新任住舊金山台北京民署署長馬忠倫 7月15日訪問星島日報美西版總部 與社長劉世添、副總經理曹念秀 總編輯梁建峰、採訪主任胡堅宏 星島中文電台新聞部經理海祥等人會面 馬忠倫表示會本住勤能補絕 以審服務的執政理念 圍灣區的僑胞最大限度無取福利 最大的橋舍之一、最重要的橋舍之一 這些傳統橋舍跟整個中華民國的建國 國父、孫中山、革命、民國的地建都是一起成長的 這些老橋舍、整個人數、歷史背景 都是非常非常獨特的地位 現在這些整個灣區又是吸引最多的華裔居民的地方 馬忠倫在社長劉世添等人的帶領下 參觀星島辦公大樓 對星島當媒體的發展態勢讚不絕口 還為星島國語台的聽眾錄製了問候詞 星島記者徐明月、梁家樂、南三藩市報導 我們下期見到